我独自一人踏上去大学的列车 列车行驶几分钟后 车厢广播里传来通知 请各位乘客尽快前往一号车厢啊 广播里传来一阵惨叫 车厢里的人都陷入了恐慌 浑身是血的乘务员亮亮呛呛 从另一节车厢里走过来 大学开学 父母因为工作的缘故没送我 我独自一人踏上了开往学校的列车 我这节车厢里的人不多 但后面的一节车厢里很热闹 听说是有人突发疾病 倒在了地上 乘务员将人送走以后 骚乱也消失了 我刚戴上眼罩准备睡觉 后面的车厢里又传来一声尖叫 所有人都向后面望去 然而厚厚的车门阻挡着 大家什么也看不到 后面的声音也越来越大 此时的车厢里开始传来淡淡的血腥味 我预感到有不好的事情要发生 莫不是有杀人犯或者神经病上了车 我慢慢地向着车厢前面移动 到了车厢尽头才停下来 此时车厢里的广播也开始响起 请各位乘客尽快前往一号车厢 请各位乘客尽快前往一号车厢 列车的警报也被拉响 这是很紧急的情况 人群也开始骚动了起来 我靠着地理优势 快速地向这一号车厢前进 我是在六号车厢 需要跨越五个车厢才能到达 可是在第三号车厢的时候 整个车厢的门就被锁死了 我停靠车厢门上 紧张地望着后面的方向 那边仍旧吵闹个不停 只是尖叫声已经没有了 可是血腥味越来越浓烈 终于我后面的人将第五号车厢的门锁死了 并且将大量的行李挡在了车厢门处 车厢里陷入了诡异的安静 气氛压抑到了冰点 后面车厢的骚乱也变得越来越小 直到最后完全安静下来 血腥味已经开始变得刺鼻 我的神经开始紧绷 时刻注意着那道已经被关闭的门 十分钟后 有人开口说了第一句话 声音压得很低 谁能告诉我们到底发生了什么 几乎所有人都在面面相去 完全不知道应该怎么回答 最后 所有人都将目光看向了最后进来的一个乘务员 他咽了一口唾沫 然后思索片刻才回答 具体情况不清楚 作为乘务员 我不能告知没调查好的情况 车厢里的一个大哥开始暴躁起来 直接抓住乘务员的衣领 他妈的 都什么时候了还管规章制度 乘务员被吓得一缩头 最后还是一五一十的说了后面车厢的情况 具体的事情不知道 只知道后面似乎是死了人 而且数量不少 那浓烈的血腥气就是最好的凭证 不过具体因为什么不知道 他也离得太远 只看到有人在不断地攻击别人 此时的列车广播又一次想了起来 我们车厢的乘务员皱着眉头 用对讲机呼叫乘务长 乘务长 乘务长 三号车厢被锁死 后面的乘客过不去 然而 对讲机里并没有任何的声音传来 所有人都死死地盯着对讲机 希望里面能够快点给个解决的办法 终于 几分钟后 对讲机里传来的声音 滋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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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段刺耳的盲音 让所有人的心情沉入了谷底 乘务长不知道 出于什么原因联系不上 仔细地分析过后 我认为前面的车厢里 很可能也出了事 这种未知的变化 让我对接下来要做的事情 感到迷茫 摆在我眼前的只有两条路 第一 留在原地静观其变 看后面的发展情况 再决定去不去前面的车厢 第二 想尽办法进入前面的车厢 坚决履行乘务长的广播要求 前者比较保守 但起码不会出什么问题 后者比较激进 主要出于对动车组的绝对信任 而车厢里的人也开始骚乱起来 一个胆子小的女孩 已经吓得哭了起来 乘务员继续呼叫乘务长 对讲机依旧是不断地响起盲音 就在所有人都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 五号车厢的卫生间里 走出了一个老人 老人在所有人的目光注视下 颤颤巍巍地坐在角落 嘴里不断地念叨着 神罚呀 神罚 我们都要死了 我们都要死了 显然 他受到了强烈的刺激 更重要的是他应该看到了什么 暴躁老哥直接开始逼问 后面是什么情况 别想着装疯卖傻 老人也不理会暴躁老哥 就那么一个人反复地嘟囔着 我们都要死了 我们都要死了 显然 从老人的口中 是什么也问不出来的 不过暴躁老哥却发现了一些端倪 老人的手臂上戴着靴子 老人的皮肤也变得苍白无比 仿佛平日里看到的纸扎人 所有人都避开了老人所在的范围 形成了一道警戒线 甚至乘务员也在大众的要求下 勒令老人自己靠在五号车厢的尾部 暴躁老哥和众人用残存的行李 打造了第二重防御战线 此时 后面的房门响起了砰砰砰的撞击声 老人忽然惊醒过来 然后苦苦哀求 求求你们 求求你们 放我过去吧 留在这里我会死的 我把我知道的都告诉你们 暴躁老哥犹豫了一下 但是旁边的射出男 却直接开口 不能让他过来 他这个样子 说不定有什么传染病 也许比后面车厢更可怕 其他人也都纷纷跟着点头 此时 对于他们来说 个人安危才是最重要的 老人苦苦地哀求 但其他人 还是一层一层地将行李堆上去 把车厢一分为二 老人见状忽然笑了 然后大声地诅咒每一个人 一群自私的家伙 既然这样 你们什么都被想知道了 都去死吧 都去死吧 就在堆叠好了行李以后 车厢广播再一次响了 请各位乘客尽快前往一号车厢 请各位乘客尽快前往啊 广播的声音戛然而止 让原本就沉重的气氛 更多了一层诡异 车厢里敬得落真可闻 所有人都不知道 应该如何自处 连暴躁大哥也没了主意 几分钟后 五号车厢的另一侧 忽然传来了咔哒一声 所有人的神经 都在这一刻紧绷 接下来 就是老人的爱好声 然后 老人开始狂笑 他仍旧无情地诅咒我们 你们这些冷血的家伙 都去死吧 我活不下去 你们也都得死 另一侧的骚乱声 让我觉得危险的情况 有无数种可能 最让人神经紧绷的 仍旧是血腥味 可谁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那一层层行李 成为了一道阻隔 胆小的女孩忽然提议 我们总要知道 发生了什么吧 乘务员先生 您能去看看 那边到底发生了什么吗 他的提议 其实是很多人都想说的 只是大家都不知道 矛头应该对准谁 现在女孩说出来 所有人都觉得理所应当 谁让他是乘务员 乘务员满脸焦急 他的年龄也不大 只有二十出头 面对这样的场景 根本无法冷静 不过暴躁大哥 已经站在了 乘务员的面前 举起了拳头 现在过去看看 不过去的话 你应该明白后果 乘务员战战兢兢地点点头 然后一步一步 向着行李堆积的地方走去 行李的另一边 忽然出现清脆的声音 仿佛是一根骨头被咬断 清脆却让人头皮发麻 乘务员吓得连滚带爬地 回到了原地 暴躁大哥二话没说 就狠狠地一拳 打在了乘务员的脸颊上 这个青涩的年轻人 也终于承受不了巨大的压力 眼泪和鼻涕一起流下来 这时候 暴躁大哥蹲了下来 他拍了拍乘务员的肩膀 兄弟 这本来就是你的工作 何况 我在这里 才能保护更多的人 不是吗 我微微皱眉 这话实在是太恶心了 不过迫于暴躁大哥的压力 乘务员还是重新 向着另一端走过去 走到一半的时候 忽然 车子里一片黑暗 长长的隧道 直接导致 我的肾上腺素飙升 那种对未知的恐惧 更加的浓厚 尤其是在深深的黑暗之中 爆发出了激烈的撕咬的声音 嘎巴嘎巴的清脆声音 不断地传出来 简直吓风了所有人 血腥味更加的浓烈 几乎到了令人作呕的地步 等车厢里再度亮起来的时候 行李箱附近 已经流出了一大滩的血迹 连暴躁大哥 都下意识地向后退了一步 乘务员继续向前走着 等快要到达行李箱的时候 另一边开始骚乱起来 鲜活生人的味道 刺激着另一边的什么东西 我赶快示意他停下来 暴躁大哥举起拳头准备打我 却被我躲过去 好歹也是体育专业出身 躲开一个单纯社会人的攻击 还是能做到的 我瞪了他一眼 然后威胁他 你要是想让所有人死 就让他继续过去 暴躁大哥愣了一下 然后让我继续说下去 你没发现 另一边的东西 对人的味道非常敏感吗 似乎是抓住了救命稻草 乘务员飞快地跑回来 不住地点头 对对对 那边的东西 似乎我一靠近 他们就感觉到了 要是不想死的话 我们还是都不要靠近了 暴躁大哥又是狠狠地一拳 打在了乘务员的脸上 然后抓着他的领口 我告诉你 你是乘务员 你有义务保护我们 有危险的事情 你去 乘务员忽然爆发了 他也狠狠地一拳 打在暴躁大哥的脸上 随即两个人撕打在一起 这个瘦小的年轻人 忽然爆发出了 不可思议的强大力量 短时间内 竟然和男人势均力敌 许多人一起去拉架 方才让他们分开 暴躁大哥愤怒地 看着乘务员 乘务员则是再一次 失声痛哭 我不想死 我不想死 我只是想活着 有什么错吗 乘务员被我拉到了一旁 他颓然地坐在地上 等我安慰好的时候 才转身离开 然而转身的一刻 让我意识到 这个乘务员不简单 他的手始终放在了 自己的腰部 看衣服被撑出的形状 似乎那下面是一把刀 我又仔细地看了一眼 这个乘务员的衣服 看起来也不是那么合身 按理来说 乘务员的考试非常严格 而且衣服也不会不合身 那么这个人的身份 很值得探究 此外 他和暴躁大哥撕打在一起 也并没有受伤 甚至略占上风 这让我觉得 这个车厢里最大的威胁 反而不是那个暴躁大哥 而是眼前的乘务员 几分钟后 车子再一次经过了隧道 黑暗笼罩之下 又一次出现了低沉的咆哮 和清脆的 骨头被咬断的声音 血腥味更加的浓烈了 甚至那个女孩 已经受不了这样的压力 彻底的崩溃了 她蹲在角落里 双手捂着耳朵 死死地闭上了眼睛 不断地摇头 让我离开 让我下车 让我下车呀 等车厢变亮了的时候 前方的车厢里 忽然传来了一声 清脆的玻璃破碎的声音 有人立刻想要打开车厢门 向着前面的一号车厢走过去 可是乘务员忽然出现 挡在了那个人的面前 不要过去 前面可能更危险 那个人根本不听乘务员的话 然后就被乘务员一拳打倒 这时候 大家方才冷静下来 也都渐渐地明白了 乘务员的话是什么意思 列车上车门之间的玻璃 是非常厚重的 那是防弹级别的玻璃 一般情况不可能被破坏 想要被打碎需要的力量 是不可想象的 这样看来 前方的车厢里 可能问题更大 果然 几分钟以后 一股更加浓烈的血腥气息 就从前方车厢传过来 前后的血腥气息 会合到了一起 仿佛发生了某些连锁反应 原本平静的五号车厢另一端 忽然出现了嘻嘻嘟嘟的声音 内一层层的行李 也出现了砰的一声响动 虽然行李仍旧严严实实 可这不是一个好兆头 我们立刻用旁边找到的胶带 去封死车厢门的缝隙 阻止血腥味扩散过来 这是有效的 起码在封死以后 另一端的躁动安静了下来 然而下一秒 一个代血的手掌 拍在了车厢门上 女孩吓得失声尖叫 似乎是血腥味的刺激 女孩尖叫的瞬间 另一边车厢的东西 就蠢蠢欲动 旁边的人赶紧捂住了女孩的嘴巴 等女孩安定下来 才放开手 那个代血的手掌 从车厢门上慢慢地滑落下来 一切又归于平静 我坐在了乘务员的旁边 上下打亮着 然后开口试探 你说那边的东西到底是什么 我们能不能挡住那些东西 顺利逃生 乘务员皱了皱眉头 然后继续伪装 我也不知道 我虽然是乘务员 可也不是什么都了解 我点点头 不再继续说话 而是从车厢的这端 向着另一端慢慢地走去 距离那边还有五步左右的距离 那边的东西开始躁动了起来 我向后退了一步 他们就又安分了起来 看起来 他们对味道很敏感 五步的距离 就能让他们发现人类的存在 此时的我 才想起来查看时间 距离列车到站 还有三个小时 手机信号时有时无 我给父母发去了信息 但是没有回应 几分钟后 我收到一条信息 因为信号不好 这已经是半个小时之前的了 信息是学校发来的 上面写着 请不要乘坐GXXX号列车 紧接着又是一条信息过来 这是20分钟以前发来的 上面写着 如果已经乘坐了这趟列车 请注意保护自己 学校已经在终点站安排了支援 我坐在椅子上 喝了一口水 然后静静地思考着目前的处境 如果没有特殊的情况出现 那么三个小时的时间 似乎不是那么难熬 不过 要是出现了特殊的情况 就不好说了 又过了十分钟 父母的信息才发送过来 语气中全是交集 听说你的列车出事了 你没事吧 我想要回复 但是没有信号 那条没事的消息 就在手机网络中徘徊 如同一个幽灵 忽然 列车开始减速 我望着那边的行李障碍 连呼吸也沉重了 众所周知 列车到站的时候 会因为制动的缘故 而出现摇晃 如果行李障碍倒塌了 那么对面的东西 就会冲过来 我赶忙望向窗外 窗外的景色 也从原野 变成了城市楼群 外面的城市是什么样的 我完全不知道 所以 也必须要时刻警惕 列车的速度越来越慢 我则像是等待着 发令枪的赛跑者 时刻准备着逃离 不过列车进站前的画面 让我惊呆了 四处都是被丢弃的行李 地上是大片的鲜血 有些地方已经着火了 这个车站也彻底沦陷了 我最后的退路 也被彻底地堵死 显然是不可能 从这里下车的 我没有直接靠在 向前的车厢门上 那上面清晰的携手印 让我也一阵胆寒 火车上也开始了 自动语音播报 即将到达某某站 请各位旅客 做好下车准备 我平住了呼吸 死死地望着前面的行李障碍 等待着任何风吹草动的出现 不过 列车到站非常平稳 行李障碍完全没有晃动 我松了一口气的同时 却听到了车厢里 又一次响起了尖叫 一个满是血污的乘务员 诡异地扭动的四肢 出现在了前端车厢门的对面 诡异的乘务员 疯狂地用头撞击着车厢门 车里的人被吓得发出尖叫声 终于 大家发现了问题所在 全都选择了尖默 于是 诡异的乘务员开始安静下来 就在车厢门外反复地走着 他肢体怪异 四肢就像是完全分离位一样 能做出各种角度的动作 甚至整个人反过来 就像是一只蜘蛛 但头却倒着 关节也全部都是反的 诡异又沉默的气氛 几乎让车厢里的人发疯了 列车也停在车站 始终没有开动 车厢里有人提意见 一个微信群来沟通消息 这样就不用发出声明 群主自然是那个暴躁大哥 他在群里的第一句话就是 我们冲出去吧 车厢里就一个怪物 现在逃跑还来得及 女孩子是非常担心 万一他攻击我们怎么办 接下来就比较热闹了 大家各自谈论这个话题 有的人赞同冲出去 如今能生存的空间 只有半截车厢 一直留在车厢里 谁也不知道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也有人赞同原地等待救援 大家都明白 现在冲出去就会受到攻击 这时候 人性的弱点就体现出来了 他们都知道 被攻击的概率很小 因为人数很多 大家都有可能逃出去 但每个人都害怕 那个小概率到了自己身上 而不愿意和大家一起出去 就在我们讨论的时候 车厢的外侧窗户 忽然发出砰砰的声音 外面也出现了一些怪物 他们不断地用脑袋撞击车窗 直到最后撞得血肉模糊 车窗上被沾染了数不清的鲜血 我们立刻躺在了座位上 不露出自己的身影 这些怪物看不到我们 才缓缓地离开 暴躁大哥也在群里 发出了最终决定 原地坚守 天知道外面还有多少这样的东 快去阻止他 要是行李障碍他了 咱们都得15分钟后 列车才缓缓地开启 所有人都躺在车座上 不敢移动 然而 列车启动的一刻 行李障碍中 一个小小的箱子掉落了下来 女孩在群里发送了消息 是不是要把箱子放回去 有人开始反驳 谁去 你去 群里再一次陷入了沉默 而此时 我们又听到了细细缩缩的声音 从座椅的缝隙中望过去 能看到一些怪物 在靠近那个箱子的空隙 向着这边张望 我又一次看了看时间 这次已经距离终点站 只有两个半小时 胜利的曙光尽了 然而 几分钟后 不知道谁的手机响了 发出刺耳的音乐声 尽管那个人 已经快速地关闭了手机声音 但车厢另一头 还是传出了骚动 一个怪物 将头从缝隙里钻了出来 向着这边四处张望 确认什么都没有之后 他才打算将头缩回去 然而 怪物的头却卡在了缺口 随着他的用力 整个行李障碍 都开始小幅度地晃动 就算这些行李障碍 加起来几千斤的重量 但它们并非是一个整体 有人在群里发送消息 死 可是 群里无人回应 行李障碍被拉拽得摇摇晃晃 最上面的几个行李 都已经开始向外移动 这种行李堆成的障碍 一旦上面塌下来 就会完全失去作用 此时 乘务员在群里发送了信息 群主去把他的脑袋砍下来吧 这样就不用担心了 你那边的消防器具里 有一把消防符 此时 暴躁大哥在群里一连发了三个 然后才问出口 火车里怎么会有消防符 乘务员继续 这你不用管 动手就是了 然而 群里始终沉默着 暴躁大哥虽然看起来魁梧 但他也是普通人 愿意惹是生非 不代表真的敢杀人 虽然面前的东西只是人形生物 一分钟后 乘务员再次发送了信息 好 我去 不过你记住了 接下来你再欺负人 我就先砍死你 群里沉默的功夫 乘务员已经一个翻滚到了 暴躁大哥附近的消防器材箱旁边 里面果然有一把 涂着红色油漆 沉甸甸的消防符 乘务员的动作非常娴熟 快速地奔跑 然后挥动手里的消防符 消防符狠狠地砍在怪物的脖子上 鲜血一瞬间觐见出来 吓得所有人都失声了 那颗掉落的脑袋被乘务员一脚踢飞 地上的行李箱也被重新塞了回去 另一边开始传出咆哮的声音 乘务员距离太近 他们闻到了他的气味 然后乘务员不紧不慢地 加过了一次整个行李障碍 这一刻 车厢里的所有幸存者 都下意识地和乘务员保持了距离 估计脸色最难看的 就是那个暴躁大哥 现在的他真的一点脾气都没有 不过乘务员还没有走回来的时候 火车开始出现异常 车子上的速度表数字越来越大 这意味着火车的速度越来越快 如果是汽车 也许我会欢呼 因为会更快地到达学校 可是火车的速度应该是恒定的 无论是汽车还是前进 都有固定时间 突然加速 很可能会因为时间不对 和其他的列车发生碰撞 到时候谁也活不了 我直接在群里发出了消息 列车失速 肯定是前面出事了 乘务员 你试着联系一下前面 否则我们都得死 这次乘务员没有反驳我 而是默默地打开了对讲机 一连说了三声 乘务长乘务长 请问前面发生了什么 列车为什么会失速 然而 对讲机里仍旧只是滋滋啦啦的声音 显然对讲机并不在乘务长的手里 又试了几次以后 乘务员在群里发送了消息 现在有两个办法 第一 我们一起冲到前面 我自己去 当然 我只管我自己 你们死活和我无关 幸存者中开始骚动 我第一个表示了自己可以参与 暴躁大哥紧跟着也表示可以参与 女孩也认为这是唯一出路 其他的人都选择留在车厢里 原地等待奇迹的发生 大群被解散 我们四个人组成了小群 乘务员说 我数123 一起冲出去 下一秒 乘务员已经抓起消防府 直接打开了前侧车门 一斧头砍飞了怪物的脑袋 乘务员拿着消防府走在最前面 暴躁大哥举着餐桌板子走在侧面掩护 妹子被护在中间 我走在最后 手里拿着消防器材里的一根撬棍 前面车厢里的情况也很糟糕 到处都是血迹 而血手印并不是一个完整的人 一只断手就在车厢门的下面 看起来手的主人应该被四分五裂了 整个四号车厢里空无一人 我们在一个散落的文件包里面 找到了有用的信息 这些怪物是因为基因病毒泄露导致的 最早变异的是老鼠 被感染了基因病毒的老鼠 逃出了实验室 在下水管道里咬伤了一个清洁工 清洁工也产生了变异 但作为原病毒的它并没有攻击性 只有传染性 清洁工曾经坐过一次列车 它咳出的鲜血 感染了车厢里的所有人 于是附近的几个城市中 都爆发了严重的基因病毒危机 怪物的状态和丧尸很像 但行动更加敏捷 可以反关节移动 那个被我们丢在了五号车厢另一端的老人 则是这一次追查的负责人 它的文件包里其实有着病毒的特效药 当时只要将特效药稀释在水里 就能杜绝危机 老人本人应该也已经服用过了特效药 所以根本不会变异 我们的脸色很难看 因为自私 所有人都错过了最有可能生存的机会 继续向前 被封闭的三号车厢门破了一个大洞 地上的玻璃碎片上全是血迹 显然怪物攻击了这里 而且应该是从三号车厢里出现的 至于怪物消失在了什么地方 我们不得而知 不过 小队的每个人都精神紧张 随时提防可能会出现的怪物 被咬到会传染的特征 也让所有人都心有余悸 等穿过了三号车厢的时候 我们看到了二号车厢里面的状态 那是密密麻麻的怪物 起码几十个 二号车厢的门被关闭了 因为里面只有怪物 所以它们都处于无目标状态 我们的心沉了下来 果然 该面对的还是要面对 二号车厢的门只是处于关闭状态 没有上锁 这也让我们觉得有一丝丝的安慰感 起码怪物们的智慧不太高 连开门都不会 我们准备冲过去的时候 列车忽然剧烈的震荡了一下 另一艘列车 贴着我们的列车快速行驶 两辆列车之间的气流 让整个车厢都摇晃起来 我们抓着椅子 尽可能的蜷缩身体 谁也不知道 火车会不会在这样的情况下脱轨 然而 仅仅持续了十几秒 另一辆列车就已经远离 车厢再一次安定下来 所有人都不再废话 立刻做好了 向着二号车厢进发的准备 天知道 下一次列车会不会因为失速 和其他的列车直接撞在一起 到时候就都完了 乘务员深吸一口气 缓缓地打开了二号车厢的门 尽可能不发出一点声音 然而 刚打开的一瞬间 他们就闻到了声人的气味 疯狂地向着三号车厢冲击而来 暴躁大哥用门板狠狠地挡在前面 和那些怪物角力 乘务员掏出了腰里的匕首 从门板的缝隙伸出去 一道一道地刺穿了怪物的喉咙 然而 被刺穿了整个喉咙的怪物 仍旧可以行动 无奈之下 乘务员从门板的下方 用消防斧狠狠地扫过去 一个照面 前排的几个怪物就被砍断了双腿 我们用这样的方法推进 暴躁大哥浑身汗流加倍 几乎虚脱 直到放倒最后一个怪物 我们才算是稍微能休息一下 暴躁大哥扭头看着乘务员 将自己的疑惑说出来 哥们 你以前是干什么的 怎么这么能打 乘务员看了他一眼 然后淡淡地吐出两个字 保安 生化基因公司的保安队长 退伍特种兵 其实我之所以到这里 就是为了追查这些怪物的事情 不过 我们只有很短的休息时间 一分钟后 我们不得不继续前进 因为此时列车已经到达了最大的时速 随时有可能会出问题 加上我们 根本不知道列车的运行时刻表 只能祈祷铁路部门能做出调整 只要不让我们撞车 就还有一定的生还机会 不过 一号车厢已经完全被锁上了 根本打不开 我们能听到一号车厢里的声音 似乎有人在其中 我们在一号车厢门的地方不断地呼喊 但是没有人回应我们 甚至之前的声音也彻底地消失 一瞬间 我们的新兵到了谷底 里面的人一定是不知道外面的情况 为了自己的安全 所以拒绝开门 暴躁大哥狠狠地砸了几下门 里面仍旧无动于衷 不过这几下击打 直接将门上粘贴的报纸震了下来 一号车厢里面还有很多生还者 他们都在车厢里冷冷地看着我们 在外面砸门 乘务长已经被他们捆起来 甚至我们能看到对讲机就落在地上 显然为了生存 他们已经什么都顾不上了 我们通过对讲机向里面喊话 开门 列车已经失速了 如果再不制止 我们都要死 我们喊第三遍的时候 里面站起来一个由头男人 男人走到了对讲机面前 就在我们以为他要捡起对讲机的时候 他将对讲机踩得粉碎 之后 男人将报纸重新粘贴在玻璃上 我们愤怒地敲打着车厢门 仍旧无济于事 而此时 我们的身后忽然传来一声惊呼 一大群怪物从车厢的另一端疯狂地涌来 第五号车厢已经沦陷 那些不出来的幸存者 开始被怪物疯狂地攻击 暴躁大哥飞快地上前 将二号车厢的门狠狠地锁上 那一刻 我立刻就明白了 一号车厢里的人的想法 我们都无法确定 这些穿过怪物群的人 是不是被感染了 放进去 可能就是自己的末日 暴躁大哥喊了一句 快来帮忙 我们四个人形成了一个小队 死死地挡在了车厢门的地方 防止其他人闯进来 我用报纸贴上车厢门的时候 刚好看到一个女人 被怪物活生生咬死 车厢被分为四段 车头 一号车厢 二号车厢 后面车厢 我们在二号车厢里 眼睁睁看着后面车厢里的人 被怪物屠杀殆尽 而我们什么也做不了 那一刻 无力感从心底生疼起来 几乎让我不知道该如何自处 女孩忍不住地哭泣 连暴躁大哥的脸色都无比难看 似乎自己做什么错事 即便是这样的情况 心底生疼起来的愧疚感 也足以让一个人彻底沦陷 只是我们根本没有时间思考 列车又一次剧烈地摇晃 这一次的摇晃更加剧烈 因为车速更快 并行的时间更长 下一次 很可能列车就会直接脱轨 根本不会有人能活下去 等列车停下来的时候 我们忽然发现 一号车厢的车门被打开 乘务长衣衫蓝缕地 打开了一号车厢的门 我们迅速地冲进去 其他人想要阻拦 却被乘务员手里的巨大消防服所威慑 尤其是上面还有血液 我看了一眼乘务长 他的丝袜已经破了 衣衫蓝缕 眼角带着泪痕 再看向一号车厢里的人 忽然就明白了 之前在一号车厢里面发生了什么 如果列车能安全到站 恐怕乘务长就会死 到时候就说是怪物吃了就好 这里的一切黑暗都会被彻底地掩埋 没有人会记得 曾经还有一个美艳的乘务长 乘务长涩缩在角落里 但却告诉乘务员 车长就在前面的操控室里 估计是里面出现了什么变故 这些人将一号车厢和其他的车厢分离了 你们进去吧 我们点点头 然后拿着巨大的消防服威胁所有人 一步一步地向着里面走去 不过一号车厢毕竟是商务舱 大多是一些上流人士 这些人都比较傲慢 即便是在消防服的威胁之下 他们也仍旧不愿意打开操控室的门 对他们来说 等待救援就是最好的办法 而控制室里是存在意想不到的危险的 可下一秒 乘务长忽然站出来提出一个方案 你们不是害怕他们有危险吗 那不如就放他们到控制室里 然后你们锁上控制室的车门 这不就一举两得了 你们也不需要继续见面 围首的男人上下打量了乘务长 脸上露出银鞋的笑容 放他们过去也不是不行 但是你必须继续留在这里 乘务长咬着嘴唇 久久不说话 乘务员则扬起了手里的消防服 干掉他们就行了 不用废话 乘务长忽然拉住了乘务员 然后轻轻地摇头 我答应了 已经死了太多了人了 不要再死人了 听到乘务长答应 男人大方地让开了一条路 而乘务长却被他抓住 我没有回头看 也能知道接下来 乘务长的下场可能很惨 然而 这些已经不是我们能关心的 打开控制室的门 我们直接被关在里面 乘务员立刻锁上了控制室的大门 而几秒钟后 整个一号车厢就传来了一阵惨叫 我们不知道后面发生了什么 也不敢去猜测后面发生了什么 然而 控制室已经无人生还 列车长杀死了其他被感染的工作人员 而他自己也被咬伤 为了避免造成更大的破坏 列车长将自己钉死在了地上 一瞬间 我们都对这位列车长置以最崇高的敬意 即便仅仅隔着一道门 列车长的品格 也要远超身后一号车厢里面的那些富豪 列车长在旁边写了指令图 列车很快就被我们恢复成正常的状态 然而 列车停下来的一刻 身后的房门也开始传来了骚动 有人用力气将控制室的大门撞出了一道口子 虽然不大 但是足够将生人的味道传出去 我们能分明地听到外面那个带头人的疯狂怒吼 臭婊子 就你也配拉 我们陪葬 好 这么想死是吧 都去死吧 都去死吧 他已经陷入疯狂 接下来就传出了骨头被咬断的清脆声音 男人一边哀嚎着 一边用力气去戳控制室的大门 如果真的让这些怪物冲进来 就算车子里还有其他的幸存者 也会因为列车脱轨全部死掉 不过男人并不在乎这些 对他来说 高桂如他都死掉了 其他人死不足惜 怪物疯狂地向着控制室发起进攻 暴躁大哥死死地用桌板顶在门上 驾驶列车的工作交给了我 乘务员和女孩也去帮忙 他们在和那些怪物疯狂地决力 只要他们失败 整个列车都会陪葬 我看了一眼时间 距离最终到站的时间还剩下十分钟 只要能平稳运行 一切都会结束的 尤其是能让车上隐藏在 诸如卫生间之类的幸存者 看到希望 我扭头看向了身后的几个人 十分钟 只要坚持十分钟 我们就能进站 正说话的时候 身后的门板已经发出了 破碎的清脆声音 一只手已经从门板的破洞伸出 乘务员二话没说 直接用消防斧 狠狠地砍断了伸出的手 三分钟的时间 整个门板都传来了破碎的声音 显然支撑不了多久了 乘务员忽然回话了 他声音坚定 现在大家做出一个决定吧 我们到底要不要把列车安全送到站 我想也没想地回答 要 暴躁大哥和小女孩也点点头 也许此时的他们和我一样 什么都没想 也许他们想了很多的东西 才做出这个决定 但我们的目的是一样的 乘务员告诉我们 现在如果砸碎了列车前面的玻璃 强烈的气流灌进来 就能阻止怪物进来 而我将会被绑在座椅上 用尽全力去控制列车的进站 接下来 乘务员拿起了对讲机 讲给车子里的所有人 车里的所有幸存者注意了 请继续做好自我防护 我们会将列车安全地送入车站 也许这是我们的最后一次旅行 祝各位万事顺利 说完 乘务员用消防斧 狠狠地砸碎了列车的前挡风玻璃 挡风玻璃的碎片 直接被强大的风压 压入了列车之内 像是一把把锋利的刀子 乘务员的腰部 被一根长长的碎片刺入 跟着倒飞了出去 那强大的气压 几乎一瞬间就压得我喘不上气来 窒息的感觉几乎让我眼前发黑 而身后的情况 也的确和预料的一样 所有的怪物都被吹飞了 向着后面的车厢飞去 我艰难地看了一眼时间 还有五分钟 只要我能憋气五分钟 就能赢得胜利 随着时间的推移 我的眼前越来越黑 滴滴答答的东西 落在我的皮肤上 我知道 不断地憋气 已经让我口鼻渗血 最后可能是蹊跷流血 死在这个座位上 然而 就在我快要彻底丧失意识的时候 前方忽然闪现一点红光 那是国企 远方一道长长的防卫战线拉出来 那密密麻麻的枪口对准了列车 我拼尽了全力 拉响了气笛 然后按下减速 列车中被抽离的空气 也快速地回来 我直接瘫软在列车之上 整个人陷入了昏迷 等我再次醒来的时候 我已经躺在了医院之中 这场基因病毒引发的危机 已经被快速解决 出于人道主义 所有的怪物都被控制了起来 等到解药被研究出来的时候 这些怪物会被重新恢复成人类 而基因病毒公司的首脑 已经被抓捕入狱 灾难消失的 就像来的时候一样 迅速又莫名其妙 我的父母也从病房外走了进来 母亲哭泣着 还能见到你 真好